这一仗的战斗机群正是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飞虎队 1941年12月20日 飞虎队第一次亮相空中便大获全胜 这一仗打得日本空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都没敢在昆明城上空露面 飞虎队驾驶着P40战机 在中缅印战区作战7个多月 击落日期数百架 这显赫的战绩使得日本空军文之胆寒 也是一度饱受日本轰炸机摧残的中国 终于有了可以与日本抗衡的空中力量 1940年9月13日 日处的轰炸机群轰炸重庆市 中国空军三四大队 以仅有了34架老掉牙的苏制驱逐机 迎战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 在这场战斗中 中国战斗机被击落13架 受伤11架10名飞行员牺牲 而日本战斗机无一损失 至此 当时的中国空军基本消耗殆尽 这年的10月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重庆召见 来自美国的空军教官陈纳德 在这次会谈中 蒋介石向陈纳德提出 请陈纳德回国购买一些飞机 并招聘一批外籍飞行员 来抵抗日本的空中威胁 克莱尔里·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优秀飞行员 他对当时盛行的重视轰炸机轻视战斗机的轰炸至上的空战理论 只怀疑态度 并在自己写的书中预言 未来的战争中 战斗机将像轰炸机一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由于试图坎坷 当他的战友都荣英校官时 46岁的他还扛着未官的排排 1937年 46岁的陈纳德尚未退役 同年7月初 陈纳德受当时的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邀请 抵达中国考察空军